同学们在上一章的课程里面 我们围绕Docker容器的扫描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相关的扫描方式 那么我们通过Docker的数字机 扫描到了语之对应的Docker容器 然后再进行Docker容器的扫描 那么这一章我们将围绕KVM扫描 来为大家来做介绍了 那么我们知道KVM作为Linux系统下的一种虚拟化技术 在界内的企业里面是通常会用到的 所以对于KVM的扫描 也是本章课程里面将为大家重点有讲解的 那么我们在讲到SSX登录探测扫描的时候 其实对于扫描出来的服务器资产列表 那么它包括了除了物理服务器以外 就是KVM虚拟机和ESX虚拟机了 为什么会没有Docker呢 这个其实我们讲过 因为Docker和这两个虚拟机是有部署上的区别 因为它不占据了独立的IP 所以对于KVM这种虚拟机的扫描 我们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SSX登录探测了 而只需要获取到宿主机与虚拟机的关系 知道哪一些虚拟机属于哪一个宿主机 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学习本套要实践来模拟这个课程 同学们需要准备好相应的环境 对于整个这个环境的配置呢 我同样在目科网的手机里边 同学们点击目科技术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这个手机里边 进入到我的手机里边以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标题 就是Ubuntu系统上快速搭建KVM虚拟机 那么这个对于环境的搭建 我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快速的上手 快速的搭建 对于细节的方面 或者说是概念上的欠缺呢 同学们可以通过百度啊 或者相应的一些方式呢 能了解到 那么环境的搭建呢 是比较需要大家准备的 但是对于KVM的搭建而言 和Docker呢 有一个区别 Docker的话 我们可以在虚拟机上面 直接再进行安装 但是KVM呢 是需要有一个物理的机器的 所以同学们可以把自己的 笔记本电脑 或者是有不用的电脑呢 来安装一个Ubuntu 14.04的这个系统 这是一个 同学们安装好以后呢 另外一个呢 要确认好CPU的这个系统呢 最好是能需要支持SVM 或者VMX这个指令机 那么有支持这两个指令机呢 是因为KVM呢 是需要用到了CPU的这个指令机 因为它呢 属于全虚拟化 所以它需要这个CPU的支持 但是同学们一般不用来担心 现在的硬件系统而言 只要不是非常老的电脑 那么一般呢 都会支持虚拟化的这个指令机了 那满足了这两个要求以后呢 同学们参考我的手机 一步一步的进行安装 首先你还需要做另外一个准备呢 就是需要下载一个ISO的镜像 这个镜像呢 因为我们是用的CentOS虚拟机的这个镜像 所以你呢 可以提前去CentOS的这个网站里面 下载对应的这个镜像 把这个镜像呢 下载到你的对应的这个机器上边 那么接下来我们安装好KVM服务以后呢 就可以来进行虚拟机的安装了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就是要来安装KVM的核心服务组件了 同学们 同样是按参考执行 按照整个手机的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 我也是建议大家呢 把这个手机呢 复制到一个自己的文档里面 然后呢 复制粘贴直接来执行 那么你可以远程登录到你的机器上边 然后进行安装 那么同学们会看到 如果不是粘贴的话 就会遇到有一些版权方面的 额外的一些提醒的这个中文字符 粘进来了 那么同学们一步一步的执行 把这个KVM所需要的安装包进行安装 安装完以后 在这里的话 同学们需要安装VNC Server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大家而言 如果你的准备安装KVM的这个电脑 你是直接可以控制的 也就是不需要远程进行连接的 就是你可以亲自控制这个电脑的 那么你则可以不需要安装这个VNC Server VNC Server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远程桌面 比如说我的这个服务器是放在机房 那么我就需要远程图形化的这个桌面 去进行连接 所以我需要安装VNC Server 那么大家如果是 比如说你家里面就有一个电脑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来安装VNC Server了 这一步的话 对于这部同学呢 是可以跳过的 那么我也建议新生同学呢 尽量是可以不用安装VNC Server 省去一些服务上安装的一些步骤 对于需要安装VNC Server的同学呢 你也可以按照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进行 这里的话 先安装VNC Server 然后呢 启动以及对应的配置 这个VNC Server的桌面 重启VNC 然后再下载一个VNC的客户端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这个VNC的整个的这个安装 另外一个部分 回到我们的KVM 在我们安装好了KVM的核心服务 然后把VNC Server进行安装以后呢 那么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 对你的KVM配置网卡的桥接 因为我们说过了 KVM虚拟机 我们往往要让它部署 这个占据一个独立的IP 那么占据独立IP的方式 其中的一种就是用它来做桥接 那么桥接的话 我们需要在Linux机器上面呢 来配置一个桥接网卡 另外一点呢 对于虚拟机而言 它其实网卡的桥接方式有非常多 比如说host的net模式 桥接模式 所以我们用到的就是桥接模式 这里的话给大家补充一下 那么怎么来配置这个桥接网卡的方式呢 同学们同样也是可以按照手机 这里的话直接按照这个方式配置进去 这个地方同样给大家来讲解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需要修改你的IP地址 因为你的IP地址要跟你的本网段是同样的一个网段 配置一个静态IP 另外一个你也需要配置广播地址对你的和你的网关 同样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桥接的端口 这个地方桥接的端口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B20的这个虚拟桥接的网卡 它桥接的是你本机的哪一块网卡 如果你的本机是ETH0 那么你这个网卡呢就需要配置ETH0的这个网卡 因为你的机器是通过ETH0的这个实际网卡进行上网的 B20呢需要桥接到对应的这个网卡上去 在我这里的话是ENP0S25这个网卡 所以的话我需要配置的呢 就是ENP0S25的这个网卡呢 让它来进行桥接 我可以把这个网卡名呢复制下来 然后 我们给它 在这个Pods后面呢 粘贴进去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整个桥接网卡的这个配置 配置好interface的这个文件以后 同学们可以重启网卡 重启网卡以后 敲一个ifconfig 那么这个时候呢 看是否有出现了一个B20的这个网卡 同样呢 它有IP地址信息 配置的是你这个IP地址信息 那么你也可以在局域网内部 拿另外一台机器 PIN一下这个地址能否通畅 如果是发现不行 这个时候呢 我是建议大家 把你的这个机器呢 进行一个重启 你的安装KVM的这个机器呢 进行重启 那么重启以后呢 你就会出现一个B20的这个网卡 好 那么配置好了网卡以后呢 同学们就可以来安装虚拟机了 在这里呢 Jason老师呢 用的是远程的这个机器 所以我需要远程通过VNC的这个客户端呢 连接到我的这个服务端里面去 那么在这里我配置的 是我的VNC启动的服务端的地址 输入我VNC的密码 好 如果VNC连接成功的话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桌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新建一个终端 我们敲入一个命令 叫做VIRT 然后Manage 然后回车 执行这个命令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了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整个界面里面 我已经有安装过两台虚拟机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 大家没有安装过的 就是没有这个对应的虚拟机了 我们需要来新建一个虚拟机 我们只需要点文件 新建虚拟机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之前讲过了 要把你安装的这个镜像呢 下载到你这个 安装KVM的这个电脑上边 速度机上面 那么我们是通过本地的介质来安装 接下来呢 使用ISO 那么你需要去找到你下载的 那个ISO的目录 同学们 可以找到你安装的这个ISO的这个路径 接着呢 我们点前进 这里的话就是配置你所需要配置的 这个KVM的这个虚拟机的这个硬件配置了 这里是配置的虚拟的磁盘 也就是虚拟机的硬盘大小 好 这个地方是配置的虚拟机的名称 在数据机上看到它的一个名称 如果我们点完成 这个时候呢 就会完成了这个虚拟机的建立 这样的话就会进入到 整个系统的安装界面了 同学们只需要安装一个操作系统 一步一步的往下执行 这样的话就会完成整个虚拟机的一个安装 但是在整个安装完成以后 同学们需要做的就是说 把你的网卡改为桥接的方式 那么怎么做呢 同学们 点击查看详情 那么我们找到NIC这个网卡控制器 那么你需要确认的是 你的网络源是BR20这个网卡 也就是你的这个桥接网卡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需要改过来 改到这一边 改到这个桥接网卡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虚拟机呢 才能够使用桥接的方式 来进行和局域网内部的一个通信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